清水高中三月的老师转列被告 有毕业学生的家长就指出 其中之一的辅导主任蔡淑芬 就因为奇怪的教学方式跟课堂上的怪异言语 让不少的学生因此排斥上课 甚至最后还出现了集体翘课状况 不过校方说年代久远了 已经没有办法来查证对此事并不清楚